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韩国的传统民谣阿里郎和传统舞蹈扇子舞都是中国的文化 BTS在某次的采访中公开强调了韩服是韩国固有的传统衣着 当成员被询问到在演唱会上穿过最喜欢的服装是什么的同时 SUGA则回答最喜欢IDOL 一旁的救国同样也回答了喜欢IDOL的服装 RM不愧是RM直接说了韩服韩服 SUGA则接着说韩服是韩国固有的传统服饰 救国则再次用英语强调Korea culture 韩国文化 最近两国人民的对立也来到了最高点 特别是今年10月份时BTS货班范福利特奖 在得奖感言中提及韩战70周年 将永远铭记两国共同经历的苦难历史和无数的牺牲 却遭中国网友批评入华 抗议表示两国指的是韩国和美国 却忽略了战争当时中国军人的牺牲 不只针对BTS还展开了抵制韩国货的运动 KPOP在中国的受众有很大的影响力 和过往看脸色道歉的公司或偶像有所不同 他们秉持着自己的信念 韩国粉丝也不断支持喊话 在中国传统古装剧中从未见过的服装 为什么突然穿出来了呢? 支持防弹你们是最棒的爱你们 中国是一个破坏力很强 但创造力差只会窃取的国家等为BTS加油 目前中国对BTS的发言表示 韩服是中国的并对BTS进行谴责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速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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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